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迪士尼's Decation 今次去的是大受欢迎的魔雪奇园Frozen套房 包贵宾室的早餐和兴晚餐 话说我们上次带BB住过Cinderella灰姑娘套房 整个体验非常美好 所以马上再试一下酒店另一款套房Frozen 不过今次试过之后真的很失望 无论房间 今次的服务和餐饮都没有尝试那么好 经过今次的自费体验之后 我是不会推介大家住这间房 想知道发生什么事记住看完影片 如果喜欢我们的介绍记住like和订阅 也可以看回我们灰姑娘套房的影片比较一下 酒店的check in 时间是下午3点 我们两点松一点已经到达酒店了 跟上次一样大堂的check in 柜台是大排长龙 而套房是可以直接在七楼的国宾厅check in 所以我们直接就由职员带我们去 这里的职员都很尽力 但可能因为暑假客人太多 奔厅里面已经闷了 连站的位都没有 我们就在外面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有房 现在看到走廊的这些座位 几分钟之后也都坐满了 虽然有位坐有茶点 但要等整个小时其实真的不太理想 真的太多人所以不好意思再拍 我们就用上次来的时候的影片介绍一下贵奔厅 这里的面积不是很大 因为设计是维多利亚风 提供自助早餐和兴晚餐 如果想知道这里的自助餐 可以看回我们上一条灰姑娘套房的影片 好了很开心终于可以入房了 魔雪奇缘套房有自己独立的门牌 连房门的颜色都跟其他房间不同 门卡都是特别印有主角的样子 可以拿回家做手信 可能因为天气不太好 入房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很暗 而且没有灰姑娘套房那种令人挖一声的感觉 客厅有个主题场 有Elsa、Anna和雪梟车 车看下有些残疚 而客厅另一个角落就是小白的reading corner 有些枯笋和公仔可以用来拍照 房红色的地毯上面有飘雪的图案 但是配上绿色的窗帘和蓝色的墙 我就觉得这个颜色的配衬不是太协调 看上去不好看而且不是太舒服 我们订阅的时候官网做着套房七五折 星期日入住 价钱是6500元 包四位用贵奔厅 这座房多数极速卖完 周末最少一个月前预订 可见魔雪棋园有多么受欢迎 睡房和客厅都有全幅落地玻璃窗和露台 露台几闊落 放了桌椅后还有很多空间 今次这间房的风景几不错 对正好像城堡一样的酒店主建筑 楼下还有花园、迷宫和凉亭 现在有些烟霞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但这里其实可以看到香港岛的海景 晚上吹着凉风看看灯色都挺捨异 现在从客厅的露台看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睡房的露台 小白的reading corner 比较简单 有一个堆上去 头会掉的小白公仔 旁边是一些玩具 还有些坐墊给小朋友坐在这里可以玩 櫃里面有图书、Uno 和一些抑制的小游戏 房费包一次免费的mini bar 如果要添加就要另外收钱 这里还提供迪士尼的水煲和杯 瓶装水和Nespresso咖啡机 还有简单的茶包、糖和奶 还有小朋友专用的胶水杯 冰箱有免费的汽水和饼干 客厅、睡房各自有一部大电视 可以看迪士尼频道、pixel movie等 还可以看Frozen套房看Frozen 接着介绍一下Frozen睡房 所有魔雪奇缘套房都是两张床 不像灰姑娘套房 可以选一张或两张 房间的设计比客厅更漂亮 有古典高贵的感觉 房间有电视、梳妆桌、落地玻璃窗 和一张小沙发 床头和墙上还有故事主人翁的挂画 床单的花纹都是雪花、挺有心思 但是床褥就比较硬 不是太舒服 如果要加BB床是免费的 床看上去都挺舒服 不过房间本身有两张床 再加BB床之后就显得比较逼 两张床中间只有一个床头柜 这里有几个USB充电器 认真一点看一间房间的墙子有些污漬 最初以为是污租 但是看清楚原来这些是发毛 睡房床头整幅墙都是 而在角落床头板附近就最严重 看上去都真的挺可恶 在这个价钱的五星级酒店里面 我也是第一次见 而这间套房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的洗手间 又大又漂亮 设计很有心思 有很多挂画 连墙子都是魔雪奇缘造型的 这里用了很多云石 感觉挺高贵 周围都见到魔雪奇缘动画角色的身影 连朗口杯都是Anna和Elsa 这个梳妆袋外面是没得卖的 随机分派每间房只有一个 Frozen套房的住客如果想要买另外的款式 就可以买每个70元 这间房还有独家的Frozen浴袍 好看但是质料很硬不舒服 淋浴的空间挺阔落 有个位置可以坐 但是这里就没有Rain Shower 而令人最开心的就是有个按摩浴缸 另外还有个独立的梳妆桌 按摩浴缸水力强劲 大小適合一个人浸 最后介绍一下客厅 客厅在客厅门口的旁边 设计和布置都和睡房的厕所相似 又阔落又光芒 这间套房包一个独有的Frozen主题下午茶 可以一早约定时间送入房 整体来说的味道是一般 最大的卖点就是食物是主角造型 有欢迎甜点Macaron T Set有小白杏仁巧克力塔 Elsa Anna的蛋糕 雪花翠球 鹅批菌塔 芝士黑醋批 青瓜鱼 虾沙律 烟沙文鱼 龙虾沙律三文治 和迷你牛肉Burger 房间本身包国北厅的自助早餐 可能假期人太多 我们就被分流去翠乐亭餐厅吃早餐 我们很开心啊 一直都想试试这里的自助餐 酒店规定了每节用餐时间是一个钟 而且要提早预订 我们约了九点钟 去到的时候都几多人 排了一阵队 幸好都不是等了很久就可以入座了 餐厅很大 人很多 想要拍一个环境 没有拍到人 真的很困难 装修是仿古典的风格 环境整体来说 比较暗了些 我们好幸好有个窗口位 这里正对着酒店的迷宫庭院 用餐时间计算方法都几合理 是以入场开始计算的 由于时间紧迫 我们快点去拿食物 食物区就在餐厅的正中间 先介绍一下适合小朋友的迪士尼特色食物 有米奇老鼠的pancake和窝夫 小朋友最喜欢的炸鸡 牛奶蜜皮 日式咖喱 和关东煮 还有猪仔造型的叉烧包 这个蒸河鲜咸茶都可以吃 另外还有奶黄包和日式紫薯 其他点心有虾饺 烧米 菜肉饺等等 顺着食物区一路走 首先有个车仔面当 这里的菜选择非常少 只有一款肉 另外只有牛丸 菇和菜 连最常见的鱼蛋都没有 这碗面的味道就好像清水煮菜 一点都不吸引 这里还有生棍粥 配料有仿鲍鱼 本身都想试一下 但是谁知道它的塑膠盖 放得不太好 一打开就差点跌下来 我拍完之后 好心想把它放好 但是由于单手 所以有点笨拙 厨师全程在咒手旁观 看我做不到 还立刻向我发脾气 叫我不要再搞罩 连旁边的罩都不再让我打开 我拍了二十多次的Staycation 第一次受到这么无礼貌的对待 我明白拍片有时都会影响人家 所以我尽量选择没有人的时候才出去拍 打开食物之后也都尽快删上 尽量不要影响人家 这次反而是我想帮忙删上盖 竟然被人骂 实在觉得是匪夷所思 好了继续介绍食物 西式热食都是常见的款式 食物review的速度比较慢 经常见底 有时要走很多转 才可以拿到想吃的食物 至于中式送菜 卖上就不是太吸引 另外还有即叫即整的阴裂 还有印度菜系列 这个凉亭就是饮品和水果区 自作果汁有橙汁 苹果汁 西柚汁 还有茶和咖啡 水果的选择都不少 有总共七八样 还有日本娱乐 小朋友应该最喜欢 餐厅还有一些面包 冻肉和沙律 我们这里就不逐样介绍了 整体来说食物的味道非常一般 胜在款式比贵宾厅多很多 对我们来说是upgrade 但是这里原价每人要328元 就算付钱 吃饭的时间也只有1个小时 非常之不划算 总括而言 今次staycation的体验 各方面都比较失望 除非大家在摩雪奇缘的忠实粉丝 如果不是有选择的话 我都会建议大家考虑其他房 例如上次我们住的灰姑娘套房 不论设计和状态都好很多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回我们的视频 比较一下 如果喜欢我们的介绍 记得订阅和like 我们会定期介绍 staycation 旅游和美食体验 好了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